把对方整个人狠狠压制在地 但仔细看右手臂却被大口咬住 一阵排牙齿用力拉扯皮肤肌肉 东奥角力男子自由式57公斤级四强战中 哈萨克选手萨纳耶夫竟趁着被压制时使出奥布 张嘴狠咬印度选手拉尾的手臂 神圣奥运健堂竟然来阴的 尽管有人手段低级但裁判没有判罚 国际角力总会也发声明表示 认为萨纳耶夫的动作是下意识反应 索性即使遭到偷袭 拉尾仍然发挥实力闯进金牌阵 而有失运动家风度的还有这群人 双方必须在一三连两侧列队 向观众和对手鞠躬致意 没想到南韩队输球了却一直留在休息区 是留日本队在球场列队致意 其实南韩足球队日前意外暴冷 以0比1落败纽西兰 当时射进关键胜利球的伍德 主动上前伸手向南韩选手李东炯致意 但李东炯却完全不甩 事后还以防疫为由作为解释 也让海内外观众频频吐槽南韩 输球聚祸手 赢球效对手 严重缺乏运动家精神 在新闻 黄泉宇报道 都市所在4个月区里的事业 除了西兰 输球 感谢观看